第五百三十四章 血命天伦 沐云灯时间双眼凝视 看住白绝 眼中杀鸡盎然 三十三天见门 他几乎可以确定 是在背后支撑住悬空山的万千大世界的势力 而这个势力更是与血霄的死分不开关系 以血霄的实力 整个三千小世界 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够杀得了他 即便后代人才辈出 血霄不是对手 可是至少不会被斩杀 唯一能够解释的便是背后大势力的出手 之前他已经是确定三十三天见门 而现在 看到白绝施展的灭天生死绝 他心中更是稳稳地肯定 必定是三十三天见门无疑 灭天生死绝 哼 看到白绝身后那一名一案的太极印记 沐云嘴角突然流露出一抹阴森的笑容 渐渐地 他身体表面淡淡的七彩光芒出现 而那九颗圆球 再次绽放 只是不仅仅如此 沐云身体后 一道血轮 却是缓缓凝聚成形 这是什么手段 不仅仅是白绝 秦梦瑶和王新雅 萧云儿三人 都是一愣 他们不知道沐云此时此刻 施展的到底是什么手段 这五年来 他们也未曾见过沐云施展这等手段 只是随着那血轮升起 沐云全身上下 带着一丝丝弥漫的血气 整个人的气息在此刻 也是陡然间增长 那白绝此刻也是彻底静下心来 看住沐云 不再有一丝一毫的大意 如果沐云所有攻击击中的偷袭 致命一击 都不能杀掉韩云 那他坚信 自己也不会被杀 论防御 他确实是不及韩云 可是此刻 他也根本不会给沐云 致命一击的机会 这是正面交锋 不是沐云攻击韩云那般 能够致命一击 灭天生死绝 一掌声 一灭死 白绝眼中带着疯狂的杀意 看住沐云 毁天灭地 一声低喝 白绝直接一掌拍出 噼里啪啦的声音 在此刻轰然响起 低喝声落下 白绝背后的太极转轮 在此刻轰然间脱离他的身体 那生死转轮 在此刻 居然是两项分转开来 明亮如白昼的一半 带着强盛的蓬勃气息 沙向沐云 而那黑色如地狱一般的一半 更是速度奇快 带着吞噬一切的气息 奔向沐云 一左一右 一边蓬勃 一边灰暗 这两项碰撞之下 似乎彼此间分开 可是依旧是带着强烈的拉扯力 使得他们汇聚向沐云 要将沐云一展为二 该死 在那黑暗与光明的分开 以及再度闭合的驱使下 沐云俨然是已经明白 这白绝的轨迹和心思 暗骂一声 九元聚天气凝结出的九颗圆球 在此刻轰然间炸开 那九颗圆球 一分为二 瞬间聚起十八颗 十八颗圆球 缤分两路 但并不是轰想身体两侧的生死太极 而是轰想白绝 这一举动 连白绝自身都是没有想到 想与我同归于尽嘛 看到沐云不仅仅不防御 反倒是朝住自己杀来 白绝冷笑道 同归于尽 你还不配 沐云甩出十八颗九元聚 天气凝聚的圆球 杀向白绝的一瞬间 它背后的血轮 在此刻居然也是疯狂扩大开来 那血轮原本直径 仅仅有一米多 可是在沐云催动密集之下 那血轮灯时间扩大到数十米 轰轰 刹那之间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血轮直接暴涨 格挡在沐云身侧两边 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这一暴之下 沐云整个人身体一正 可是那一左一右黑白太极 在此刻轰然震动 瞬间被格挡下来 挡下来了 怎么可能 看到此景 白绝彻底傻眼 没有谁比他更加明白 他所施展的灭天生死诀 威力到底有多么强大 可是此时此刻 居然是被沐云硬生生 格挡下来了 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只是那血轮旋转 并未就此停止 反倒是再度暴涨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那生死太极在此刻 居然是直接爆炸 被破了 非但没有抓到沐云的衣角 甚至是反倒被破了 注实是太过讽刺了 白绝 你死定了 死定了 看住白绝 沐云声音冰冷道 只是看到沐云那一副 恨不得吃了他的模样 白绝更是一脸无解 在沐云眼中 他彷復成了杀人凶手 一样可怖 沐云那一双眼睛 看住他 恨不得立刻吞了他一样 死得该是你 白绝脸色一寒 手掌一甩 将那十八克圆球 直接击爆 轰隆隆的爆鸣声 从两人交战开始 根本就没停下来过 这等情况下 两人之间的交战 简直是比那些 数十米长的黑绫狼 还要让人感觉恐怖 此刻哪里还有人 胆敢靠近两人 等时间 白绝身后 黑白色太极 缓缓旋转 而沐云身后的血轮 也是再度缩小 两人身影瞬间撞在一处 霹雳啪啦的声音 此起彼伏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 玄空山 九寒天宫 玄月圣地 各大势力的领头人 此刻全力以赴 围攻那一只黑绫狼王 该死 这家伙 至少是生死尽一重境界 这黑绫狼王 怎么会如此强悍 云圣使看住身前 在十几人联手攻击之下 依旧是傲然而立的 黑绫狼王 怒骂道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韩云哼道 再强 他也有历劫的时候 一起上 杀了他 没错 要想夺得龙骨和龙蛋 这畜生是必死无疑 一时间 各大势力的顶尖强者 再次围攻起来 只是那黑绫狼王 一双阴森的眼睛 却是掠过十几人 看向下方那一团交战之中 双眼之中露出一抹不解 悲剑的人类 送死 黑绫狼王声音带着雌性 一爪拍开 轰隆隆的声音此起彼伏 强烈的气鸣 轰隆隆的震荡在每一个人的耳膜 我看找死的是你 一时间 各大势力的领头者 一个个咆哮着杀出 下手毫无留情 他们心中对龙骨和龙蛋的渴望 已经是远远不是一只黑绫狼王 能够抵挡住的 这场厮杀 却是声势震天 十几道与先进九重 十重境界的强者 在此刻 连城一气 施展各自绝技 那等景象 实在是太过浩瀚宏大 爆 爆 而下方 两道喝声同时响起 沐云和白绝两人之间 交战始终是在持续 白绝虽然到达与先进八重 领悟空间法则 可是沐云身上各种手段 更是层出不穷 尤其是纳血轮 有着纳血轮的加持 沐云整个人的力量 庞扶是源源不断 他根本无法阻断 这还不是最可恨的 最可恨的是 沐云此人实在是太过狡诈 剑术犀利 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而他那九元聚天气 更是一会火 一会水 一会雷 一会电 让人防不胜防 虽然一两次的轰击 对他造不成太大的伤害 可是耐不住积少成多 这一积累之下 他身体也是渐渐承受不住 那等压迫感 必须要尽快解决战斗 随着时间推迟 若是等上面那些顶尖强者 斩杀了黑灵狼王 他想杀木云 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心念落下 白绝一掌将木云击退 站在原地 紧紧盯着木云 只是白绝心中抱着此等想法 木云又何尝不适 等到韩允和玄玉德 白擎天等人冲下来 那他想杀白绝 也是难上加难 可是白绝却是耐住性子 始终是不使用 那灭天生死绝的最后一招 木云此刻再等 再等那最后一招 动了 看到白绝身体耸动 木云双眼之中 一抹金光 赫然出现 此时此刻 白绝似乎在酝酿住最后的大绝招 而木云身体微微弯曲 苦情剑再次出现在手里 而他身后的血轮 同样是血色浓密 变得更加深沉 这血轮本是万古血点之中的一招 名叫血命天轮 这血命天轮 是靠着催动万古血点运转 而当血轮运转到极致 便是开始依靠金血 来爆发强大的力量 此时此刻 木云身体内的金血 正是全部汇聚在自己背后的血命天轮之上 金血浮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而木云身体内的金血 也是渐渐被掏空 可是他知道 此刻 根本不能停 因为对面的白绝 显然也是已经准备触动最后一击 准备击杀自己 成败在此一瞬间 那白绝身后的生死印两边 一边白色更加耀眼 当真是如同半轮金屋一般 射人的光亮 以他为中心 彭扶形成了一个小太阳 而同时 他身体右侧 同样是出现一道光芒 那光芒在此刻 却是如同乌黑的夜空 能够吞噬一切 周围所有人 渐渐感觉到这等危机 只是比他们更感觉到危机的 却是那些个黑灵王 强烈的力量波动 让他们焦躁不安 一个个变得异常暴躁 只是这等暴躁之下 却是更加猛烈的冲击 对时 留在下方的各大势力武者 所面对的攻击 再次暴涨 让他们措手不及 这一刹那间 如同一只蝴蝶 引动一场暴风雨一般 两人之间的交战 居然是加快了各大势力武者 和黑领狼群的交战 沐云 上面战斗即将结束 而你也即将死亡 同样的话 送给你 希望你一路走好 白绝冷笑道 这么说 我应该感谢你了 谢倒是不用了 只是 命留下即可 话语落下 沐云一步跨出 而另一边 白绝同样是脸色一寒 大决战 终于是彻底开始碰撞 第535章斩杀白绝 血命天伦 低刻一声 沐云背后的血伦 在此刻 豁然轰出 那数十米直径的血伦 在这一瞬间 如同将天空 都是染成血红色 而另一边 白绝却是脸上 带着一丝冷笑 嘴巴微微张开 生死天应 生死天应 只是 白绝话语落下的一瞬间 一道声音 却是在身前响起 几乎是与他同时 沐云嘴中 居然也是喊出 这么一句话来 生死天应 他怎么会知道 生死天应 只是此刻的沐云 早已经是 跟随着那血伦 直接杀向白绝 苦情剑在手 沐云彷復信心百倍 压根不关注 白绝身后飞出的 生死天应 似乎那血伦 和生死天应的碰撞 已经是完全与他无关 只是白绝此刻双目 却是紧紧盯着 那生死天应 彷扶他的命 全部在那生死天应之上 你如何知道 这是生死天应 你根本不可能见到我 我如何不能知道 沐云眼中 带着一丝冷笑 苦情剑突然刺出 只是眼看着那苦情剑 朝着那黑白双印刺去 可是陡然间 沐云却是突然转身 刺向白绝的 生死双印方向 在此刻骤然改变 居然是杀向白绝 这一幕 落在众人眼中 却是大为吃惊 沐云完全是在找死 之前两人的交战 沐云每次声东击西的攻击 全部被白绝击退 众人清楚 这一次 一定也不例外 只是他们不明白 后来沐云明明是知道 这一点了 可是为何 还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只是此时此刻 落在他们眼中的愚蠢 却是让白绝整个人彻底愣住了 此刻的他 根本没有一丝能力去反抗 原因无他 那生死天印 几乎是将他整个身体内所有的力量掏空 他最后一搏 正是希望凭及那生死天印 直接将沐云斩杀 他本以为沐云也会如此 可是没想到 沐云居然是直接朝住他杀来 这等措手不及之下 他根本毫无反应 可是看向沐云的双眼 他却是知道 自己住了沐云的道了 沐云早就知道 这生死天印 会将他所有的力量掏空 混蛋 你以血轮硬抗我的生死天印 那你本身 还有几层力量 看到沐云冲来 白绝彻底陷入到恼怒之中 他根本无法忍受 自己被沐云欺骗了 悬空山内 他向来是天才 怎能被别人算计 被别人带到沟里了 杀 白绝此刻 拼击自己一双拳头 直接杀向沐云 再不济 他身上还穿着一件 绝品盛气的护甲 抱歉 三十三天见门的绝技 我可能不了解 可是这天灭生死绝 我却是了解 沐云微微一笑 七成剑星 带着寂灭的气息 直接将白绝笼罩 狂托 你敢 只是正在此刻 一道怒吓声响起 一道身影 急速而来 白说 救我 白绝此刻面无血色 沐云手中的苦情剑 乃是虚仙气 他的绝品盛气护甲 能够抵挡 可是要看沐云 现在还有几层实力 只是此时此刻的沐云 看起来 完全就是一只野兽 它哪里有一分 一毫的历劫状态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两人拼杀到现在 他完全可以怀疑 沐云恐怕连一层力量 都不到了 救你 谁都救不了你 沐云根本不管 那冲杀而来的白晴天 只是冲向白绝 寂灭渐星 瞬间将白绝笼罩 噗哧噗哧的声音 在这一瞬间 彻底响起 那白绝的惨叫声 渐渐消失 只是此刻 那白晴天 已然是直接冲到沐云身旁 这些只是发生在一瞬间 谁都来不及反应 碰然一道生死印 直接派出 那生死印记 笔直地派入到沐云后背 挖的一声 大口大口地鲜血吐出 沐云整个人的后背骨骼 几乎都是碎裂开来 云哥 云哥 盟主 看到此景 秦梦瑶 西龙等人 急忙飞奔而来 你要死 我成全你 白晴天再此一步踏出 便欲毙命沐云渝掌下 谁要死 还不一定呢 只是沐云话语落下 西龙早已经是一步踏出 挡在白晴天身前 白晴天 你好威风 数百年前 你就是老夫的手下败奖 现在要不要再来体会一把 西龙这几年打心底里 将沐云当成了盟主 之前已经是他疏忽大意 现在哪里还能够让白晴天互来 这一瞬间 刷刷刷的十几道身影冲下山来 正是玄玉德 冷若峰等之前围攻那只黑灵狼王的 十几位顶级强者 众人目光落下 看到白晴天身影早已经是溃散 连真魂都是直接被绞杀 顿时目瞪口呆地看住沐云 这小子简直是逆天 六重不死之身境界 斩杀八重的空间法则境界的强者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只是到此刻 那韩云却是双目微微眯起 他想到了林郑英等三大家族之人的死亡 沐云已然是证明他有这个实力来做这个事情 那么三大家族之人 会不会也是因此而死 此刻场面瞬间剑拔弩张起来 玄玉德 白晴天两人 看住沐云的眼神 充满湿血的光芒 混蛋 杀了我玄空山 接连两名天才 岂能饶你性命 玄玉德语气阴森的可怕 这数千年来 玄空山威严 无人能够挑衅 可是这几年来 却是一次次被沐云践踏 若是在流沐云 那玄空山简直是彻底丢尽了脸面 谁敢动我血蒙盟主 席龙 陈鹤一声 看住玄玉德和白晴天两人 双眼眯起 玄空山内 四大家族可谓是把控着整个玄空山的命脉 而其他的外姓长老以及弟子 则是自称一脉 可是 席龙知道 他就是靠住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走到了玄空山核心长老的位置 但是他更是想不到 为了血池计划 连他这位核心长老 都成了四大家族利用的对象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席龙此刻战意昂扬 而张胜伟 朱亚辉以及血蒙随行的几位长老 此刻也是将沐云紧紧围绕在身旁 现在的血蒙 被外人称为是二流势力之中的顶尖 可是只有他们血蒙内部之人知道 沐云这五年来 修气大振 更是不断炼制圣丹 圣气 现在血蒙 但凡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出门不带住几颗圣品丹药 都感觉丢脸 身上不揣一把圣气 那更是没办法出门 这都是沐云带给他们的 圣气 圣丹 五年时间 足以使得曾经在玄空山古龙遗址内 受到的罪 彻底根除 甚至比之前 更加要厉害 只有他们血蒙内部人员明白 现在的血蒙 哪怕是西域七大势力任何一个 都不会畏惧 而且这几年更是在南海海域内 与72岛屿建立不错的关系 贸易交通往来 尤其是现在的血沙岛和灵石岛 可谓是血蒙的左膀右臂 整个72岛屿 若是没了血蒙的贸易交通 那恐怕会直接瘫痪 所以 现在的血蒙 在外人面前 可能不算什么 可是 唯有真正的血蒙之人才知道 现如今的血蒙 是整个72岛屿的霸主 甚至婆罗岛和鬼窟岛这两大岛屿 早就诚信拜扶 不敢反抗了 面对现在的九寒天宫 他们也不怕 而至于玄空山 他们血蒙成立之初 就是为了与玄空山对筑干的 沐云站在众人之间 看住白晴天和玄玉德 呸得一口吐了一口鲜血 白晴天 你这一掌 我记住了 早晚会还回来 还回来 好啊 我随时等住你 白晴天脸色一寒 哼道 此刻 他根本无法对沐云动手 且不说血蒙的人 那玄月圣地的少圣女 地位崇高 肯定要护着沐云 而且天丹宗 气聚门 万镇宗 这三大宗门 更不用说 甚至万镇宗 因为王兴雅这位天才 很有可能不惜与玄空山为敌 现在连巫族巫术一脉的 都是站在沐云那一边 而且还有五年前 围杀沐云之时 那莫名出现的苦天殿的人 细细想来 玄玉德突然发现 此时此刻 不是自己想不想下手 而是能不能 五年时间 对于与仙境 五重之上境界的舞者 五年时间算什么 眨眼之间而已 可是沐云 却是在这五年时间内 一路崛起 而现在 居然是连他玄玉德 都不知道该如何了 此次 必定要除去 哼 你们在这里闹腾吧 我们巫族 不陪你们耗住了 这雕身为 古术一脉的领导者 关于沐云 他也算不上恨 被悬空山的人利用了一手 他也知道无法计较 所以 钱翠是直接带着 智杰和智天仓 以及古术一脉四大部族 直接朝着山顶走去 乌天行看到此景 也是朝着山顶进发 乌宇 只是看到那乌宇 随同乌天行等人离开 沐云却是突然喊道 乌宇 你且留下 老祖宗有几句话 要我告诉你 而且还有东西要给你 我 听到此话 乌宇顿时停下脚步 与自己父亲 爷爷交代几句 留了下来 而此时此刻 看到乌族战事进发了 其他各大势力 也是坐不住了 朱天生率先开口道 玄长老 白长老 沐云此子 不仅仅杀了你玄空山弟子 更是伙同我朱家叛徒 杀了朱家少族长 此仇此恨 自然是要报 可却不是现在报 此话一出 那玄玉德和白晴天 皆是面色一沉 第五百三十六章 魔族出现 今日到来 他们本也是没有十足的准备 若是单单靠 沐云身边的血蒙众人 他们二人根本不怕 可是玄约圣地 也加入其中的话 他们根本没有胜算 而更加可恶的是 那乌族战士 已经是朝着山顶进发 此刻的他们 若是动手 那就相当于 白白驱逐了黑灵王王 反倒是让乌族 和其他一些势力 钻到空子 我们走 白晴天权衡利弊之下 不得不带着 玄空山众人 离开此地 眼下当时那龙骨 和龙蛋最为珍贵 其他事情 都可以放一放 看到百无情等人退走 这边冷若风 天乐 万利等几位长王 也是松了口气 此时此刻 血蒙如果和玄空山 真的打起来了 他们还不知道 到底该怎么做 倘若是帮助血蒙 那就算是彻底 与玄空山为敌了 而如果不帮 天丹宗内 天无言还在 沐云身边 而气聚门的 徐兆蒙 也在沐云身边 甚至万振宗 最出名的弟子 王兴雅 都成了沐云的妻子 不帮 根本说不过去 而帮 得罪玄空山 他们也不敢下决定 还好 白晴天心里 牵挂着龙蛋和龙骨 不会再次 与沐云为难 只是这不为难之下 沐云却是 眉头皱得更深了 那后方若隐若现的气息 他基本上能够确定 绝对不是 玄空山之人 否则在他刚刚 斩杀白绝之时 恐怕那些人 已经是冲了上来 如果不是玄空山 此次在场的各大势力 基本囊括了 三千小世界内 所有的势力 那就只能是魔族了 再一次 玄空山之人的表现 印证了沐云心底的想法 沐先生 老祖宗吩咐我什么 勿于此刻来到沐云身旁 恭敬道 他吩咐你 绝对不能离开我半步 沐云认真道 从现在开始 你的安危 我来负责 明白吗 啊 沐云被沐云莫名其妙的话语 给弄得莫名其妙 只是沐云此刻 却是没有多余的时间解释了 此次魔族胆敢进入到 这冬域十万大山内 绝对不仅仅是派一些个寻常角色来 而且他们的目的 恐怕更为庞大 沐云立刻召集 血蒙众人围在自己身边 你们都听好了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 不得擅作主张 明白吗 沐云声音低沉 明显不像是开玩笑 沐云说笑了 西龙拱手道 现在血蒙内 谁不敢服从盟主 这五年来 没有盟主 咱们血蒙恐怕早就被悬空山挤压得没行了 是啊 对啊 立刻血蒙等人拱手应道 好 下面听我指令 上山 看他们争夺 我们完全不参与 找到机会 直接下山 啊 听到沐云此话 众人彻底傻眼 不争不强 那他们血蒙来这里做什么 只是萧云儿却是心知透明 沐云得到仙气 足以炼制虚仙气 这一点 血蒙此次到来 已经是赚大法了 而且加上那一颗龙蛋 此次最大收获的便是沐云 只是龙蛋在未孵化之前 根本不能暴露 可是这些 血蒙众人并不知晓 只是现在的沐云 是根本没办法解释的 但是萧云儿不明白的是 总从上山 沐云似乎心底总是有些不平静 如果说之前是因为悬空山之人 那么悬空山是根本不敢对他出手的 可是他在担心什么 魔族 可能来此了 沐云一语即出 周围众人 彻底惊呆 魔族 魔族向来是整个三千小世界内 各大势力的噩梦 年轻一代还好 活了几千年的老家伙们 断然不能忘记 昔日魔族几乎是霸占了 整个人类的生存空间 奴隶人类 而后来随着三千小世界内 武者的崛起 魔族才渐渐收敛起来 而在万年前 更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尊者出手 将魔族打趴下 方才有了现在近万年的和平 可是哪怕是现在 悬空山如日中天 在面对魔族之时 依旧是不能够说出抵抗的话语来 沐云更是知道 当年进入到中洲大陆内的魔族 仅仅是最低级的魔族战士 而那所谓的四大魔皇 也是魔族重点培育的 四位年轻一代的魔族战士 可惜都被他杀了 这些事情 也是沐云逐渐了解 三千小世界目前形势的时候 方才知道 沐云也是才明白 为何当初摩蒂查克会亲自出手 将他从中洲大陆 抓到三千小世界内 只是恐怕那查克 当时也没想到 自己能够逃出他的手掌 但是想到这里 沐云却是明白 恐怕摩蒂查克 此刻更是恨透了自己 只是沐云心中 倒是也不担心 魔族如果来到三千小世界 那恐怕整个三千小世界内 所有势力都会像炸了毛的攻击 全力抵抗 毕竟魔族曾经在这片世界 做了太多坏事 那种被魔族支配的恐怖日子 恐怕任何人都不想再回忆起来 沐云下令之后 众人开始朝着山顶进发 那黑铃狼王自知不敌 早已经是撤退 而没了黑铃狼群的阻拦 众人上山的速度 瞬间增加 眼看着那白骨灵灵的龙骨 众人的呼吸忍不住变得急促起来 龙骨 那是真真正正的龙骨 是让所有人都感到呼吸沉重的神兽一股 龙骨在这里 那龙蛋必定也在这里 这几乎是众人通俗的想法 神龙生死之前 怎么可能让龙蛋距离自己极远呢 这几乎是所有人此刻心底的想法了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龙蛋早已经是有所属 龙骨 走上前方 一些势力的舞者早已经是呼吸急促起来 那可是龙骨 神龙遗骨 几乎是刹那间 所有舞者全部冲了上去 不要动 木云此刻却是拉住血蒙之人 这龙骨 不能碰 为什么 席龙呼吸急促到 蒙主 得到龙骨 您有能够炼制虚仙气 我们血蒙瓶级龙骨 可以炼制大量的虚仙气 到时候 悬空山也要离让三分 只是席龙话语落下 看到木云平静的眸子 却是低下了头 属下知错了 席龙知道 自己刚才太过貌舍了 之前木云已经是嘱咐过他们了 你没错 木云冷静到 任谁见了龙骨 也不会如此淡定 你看那些人 可不都是疯了 血蒙众人看过去 却是发现 各大势力舞者在此刻 简直是双眼赤红 如同发了情的野猫一般 拉都拉不住 别说那些舞者 甚至连带头的几名强者 也是在此刻彻底猛了 他们哪里能够忍受住这种诱惑 刷刷刷的一道道破空声响起 一道道身影冲向那些龙骨 脸上带着极度兴奋的表情 神龙 哪怕是在万千大世界内 也是罕见的存在 更不用说三千小世界了 一根龙骨 代表的便是巨富 丝毫不亚于一片龙铃 刹那间 一道道身影冲向龙骨 所有舞者此刻根本顾不上其他人 只是为了争夺龙骨 这一场争夺 全是看谁的手脚比较快了 然而 正当所有人冲出的一瞬间 一变 突然发生 这一刹那间 整个龙骨山山顶 蜂拥而至的魔器 将整个龙骨山彻底笼罩 魔族 几乎是寝客间 所有人在此刻反应过来 刷刷刷的一道道破空声 从那魔器翻滚之间 陡然间出现 任谁也想不到 在这一瞬间 魔族居然是会出现在这里 那魔器翻滚之间 一道道魔族战士的身影落下 扑斥扑斥的声音响起 那些魔族战士出现的 实在是太过急速 使得那些全身心投入到龙骨身上的众多舞者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这一刹那间 立刻有上百名与先进舞者 立刻毙命 只是仅仅如此便罢了 可是那些靠近龙骨的各大势力舞者 被杀或是被中伤 颈刻间 魔族战士便是乌鸦鸦一片 出现在龙骨和各大势力舞者之间 形成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这当真是欲望相征 渔翁得利 魔族 成了真正的渔翁 魔族 你们居然赶来到这里 那玄玉德 看到魔族出现的一瞬间 怒吼道 魔族向来是人类的大敌 怎么敢出现在这里 你是玄家的玄玉德吧 当时间 那魔族大军之中 一道身影轰然间踏出 声音沉闷道 玄玉德 数百年不见 你还是那么弱 萝卜魔皇 萝卜 魔族鸵牛族的魔皇萝卜 听到玄玉德的吼声 众人皆是退后一步 木云不明所以 西龙却是在木云耳边低声道 魔族之中 种族成百上千 每一个种族内 都是有魔皇 魔帝 只是这些魔皇摸底的实力 也不一样 强一些的魔皇 被称为高等级魔皇 堪比生死境武者 而中等级的魔皇 则是相当于 与先进八重到十重境界的强者 低等级魔皇 则是相当于五重到七重 西龙晨晨吸了一口气道 萝卜 乃是鸵牛族的第一魔皇 实力强悍 乃是高等级魔皇之中的存在 而且此人曾经在三千小世界内 中天城内大闹一场 最后中天城城主 逢城主出手 斩下此人一只眼睛 方才使得此人溃退 大闹中天城 这萝卜 还真是厉害 第537章立刻下山 中天城他也算是去过的 只是那地方 并没有各大势力的顶尖强者 各大势力也算是在那里铸扎而已 这萝卜 有胆量在中天城四亿妄围 虽然最后被那神秘的中天城 逢城主给弄下了一只眼睛 可是最终逃离 也算是有本事 那萝卜站在众人前方 傲然看住在场所有人 左眼处 一道恐怖的伤痕 看起来如同蜘蛛攀爬过一般 让人心惊 玄玉德 怎么不服气嘛 萝卜呵呵笑道 声音粗犷 要不要来和我斗一场 我鸵牛族的战士 可都是勇往直前的好男儿 萝卜此话带着极大的挑衅 可是那玄玉德听到此话 并没有之前的傲气 反而是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人类果然是最卑贱的种族 只会持强凌弱 我之前看你对那小子 不是傲气得很吗 萝卜话语不停 冷嘲热讽道 怎么现在倒像是缩头乌龟了 萝卜 你别过分 我就过分 你能带我喝 那萝卜说话间 直接一脚踏出 身边一名身受重创的悬空山弟子 瞬间被踩成肉泥 这一幕 登时间让所有人 惊若寒蝉 漠不作声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滚了 萝卜摆了白手 不耐烦道 这龙骨 是属于我们魔族的了 萝卜此话落下 所有人脸色都是一变 这简直是赤果果的侮辱 他们身为三千小世界内 各大势力高高在上的长往 护法之位 怎能受到这等侮辱 既然如此 告辞 只是听到此话 一道不响不亮的声音 却是在众人耳边响起 沐云 谁都没有想到 向来是在各大势力面前 桀骜不驯的沐云 此刻居然是主动选择离开 龙骨他不要了 龙蛋他也不要了 看到沐云拱了拱手 居然是真的要带住血蒙众人离开 所有人都是一愣 一 你不能走 只是看到沐云想要离开 那罗波却是忽然开口道 看住沐云的那只右眼 也是闪耀着一丝金光 古灵几家 而且天赋又是那么高 还是绝品圣骑师 圣丹师 在刚才你和那白绝的战斗之中 我看你心思沉稳 丝毫没有因为他比你境界高出一击而胆怯 最后还反杀了他 不对 不应该说是反杀 而是你早就计划好该如何杀他 逼他使出自己的绝招 然后抓住弱点 一击毙命 罗波看住沐云的目光 充满赞许道 我很看好你 而且你天赋不错 留下来 作为我身边的魔奴吧 听到此话 沐云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所谓魔奴 便是魔族收拢的一些人类舞者 为其所用 而且魔奴在魔族之中 地位低下 负责为魔族带来人类舞者各大势力的情报 所以虽说魔族是在三千小世界偌大的北域内 可是对于整个三千小世界 却是料如指掌 不过魔族之中 也不乏一些实力强横的魔奴 地位也是极高 而那些魔奴 已经不再是被称为魔奴 而是被魔族战士认可 成为魔族的伙伴 只是让沐云抛弃自己所创建的血蒙 进入到魔族 做一个魔奴 他哪里会愿意 抱歉 我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恕难从命 沐云拱了拱手 笑道 大胆 萝卜魔皇邀请你 你胆敢拒绝 一名魔族战士立刻喝道 你可知道 有多少人想成为萝卜魔皇的魔奴 萝卜魔皇都不收 那是因为他们见 关我什么事 沐云脾气也是变得差了起来 忍不住哼道 三千小世界内 天才无数 你随便挑 别找我就行 听到沐云此话 那萝卜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倒是他身边的那名魔族战将 哼了一声 直接迈着矫健的大步 朝住沐云杀来 对我血蒙盟主出手 你将我血蒙当成什么了 西龙一步踏出 脸色一寒 直接轰出一掌 砰 低沉的炸裂声响起 那魔族战将顿时 哇哦哇哦地吐着鲜血 狼狈倒窜而回 沐云也是感觉好笑 这萝卜虽然实力强悍 可若是众人联手 他根本吃不消 可是此魔却是想让人离开 偏偏留他下来 脑子有病 我血蒙顶多算是二流势力 可是争不过你们这些超级势力 就此告辞 沐云再次拱了拱手 看中那萝卜 带着众人 直接离开 此次 那萝卜没有再开口 只是看到沐云 真的是带着血蒙众人 直接离开 各大势力顿时莫名其妙起来 这小子 傻了吧 费了半天劲 不就是为了龙蛋吗 眼看着龙骨在这里 龙蛋肯定也是在这里 他居然跑了 只是此刻众人显然已经是 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 沐云走了 他们倒是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眼下最重要的 却是魔族这些战士 该如何抵挡 难不成眼睁睁地看中那些魔族战士 将龙骨驱走 而此时此刻 沐云却是带着血蒙众人 直接下山 立刻 全速 火速下山 啊 听到沐云突然的命令 众人都是微微一愣 盟主 我们真的就这么走了 西龙不明所以地看住沐云道 别废话 立刻走 马上 路上遇到任何拦截 全部不予理会 以你们平生最快的速度下山 明白吗 是 虽然不知道沐云为何下此命令 可是此时此刻 他们只需要遵守即可 而另一边 罗波身高马大 站在魔族战士前方 看住众多三千小世界的舞者 脸上带着笑容 各位 我劝你们还是立刻走吧 这龙骨 非我魔族莫属了 罗波哈哈一笑 看住身后的巨大龙骨骨驾道 非你魔族莫属 你罗波的口气也太大了些 白晴天冷笑连连 你魔族为何不说 整个三千小世界 都是属于你魔族呢 将来 不久之后 就会是了 罗波哼了哼道 白晴天 当年 若不是那云尊者和血尊者二人 我魔族大军 早就踏平你悬空山 还有你在这里 嚼舌根的机会吗 罗波一句话落下 那白晴天双手紧握 脸上显现出一丝怒气 只是看到悬空山的人出丑 众人心底还是很开心 悬空山之人 一直都是高傲的不行 见了人讲话 恨不得脖子痒到天上去 哪里受过这等嘲讽 也唯有魔族 不把他们放在眼中了 只是看到悬空山之人吃鳖 他们心中 却是极为欢快 让你们滚 你们不滚 当真是碍眼 罗波哼道 伦德 伦明 给我将他们赶走 是 罗波话语落下 那魔族战士之中 立刻走出两人 咚咚的沉闷声响起 那些魔族战士 也是立刻杀出 杀 此时此刻 各大势力的武者 也是即刻冲出 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魔族 和悬空山之间的挑刺 那罗波身后 就是龙骨 他们不能眼睁睁地 看住龙骨 被魔族得到 这一具神龙的龙骨 若是被魔族得到 那简直是 三千小世界 所有势力的噩梦 不仅仅是噩梦 恐怕是一场灾难 魔族向来是在 丹药和神兵的炼制上 捉襟剑肘 而人类则是在 这一点之上 很是占有优势 只是一条万米长的神龙 每一块骨头拆下来 制成神兵 那简直是数万件 神兵力气 绝对是能够 大大增强 魔族战士的攻击 他们自然是不能 眼睁睁看着这一幕 交战 一触即发 此次那罗波 显然是有备而来 众多魔族大军 数量简直 比在场的 各大势力武者 都要多 更重要的是 这些魔族大军 明显是 魔族之中的精英 交战开始 各大势力武者 便是落入下风 这次魔族 显然是有备而来 怎么可能 会让他们站得优势 那罗波根本没有出手 只是站在原地 看住众人交手 此次他带来的 几位魔皇 各个都是好手 这些人类 根本不是对手 罗波眼中满是得意 看住身后的龙骨 他一步步走上去 看住那晶莹剔透的白骨 此刻 那白骨外表面 可以看到一丝丝 七彩光芒围绕 煞是好看 这就是神龙遗骨 哪怕是历经万年 依旧是如此光彩夺目 看住那白骨 罗波忍不住赞美道 神龙遗骨 这是真真正正的神龙遗骨 罗波说话间 手掌忍不住 碰触到那白骨之上 炼制圣气的绝好材料 有了这神龙遗骨 炼制神兵 整个三千小世界 还有谁 能够抵挡我魔族大军 罗波哈哈大笑之间 手掌直接抚摸在 那精英剔透的白骨之上 只是这一摸之下 罗波脸上的笑容 却是顿时愣住 他可是超越 与仙境的生死竞强者 可是这一摸之下 那龙骨居然是安然无恙 他居然无法破坏那龙骨 该死 罗波不信邪 双手之上 乌黑的魔器 翻滚开来 五指成爪 他的手指指尖 出现一道道风锐的利爪 那些利爪直接抓在龙骨之上 咚 顷刻间 整个万丈高山之上 一道轰响声 怦然响起 奔突下山的沐云 听到那一声咚响 整个人身体忍不住一颤 快 速度再快 把你们不要命的速度拿出来 沐云再次吼道 现在 你们就想着 那黑灵狼王 在你们屁股后面追着你们 懂吗 此时此刻 没有时间解释 只是沐云只能告诉他们 要跑 以最快的速度去奔跑 逃离这里 否则 只有死路一条 第五百三十八章山崩 而此刻山顶之上 那龙骨旁 萝卜手指一抓 一道低沉的东响声 瞬间响起 只是这低沉的东响声 落下之后 却庞扶仅仅是开端而已 劈里啪啦的声音 紧随而至 而看到自己手中的那一节龙骨 萝卜眼神之中充满惊喜 只是这惊喜不多时 却是变成了惊吓 他手中的龙骨 在此刻 表面出现一道道裂痕 居然是在此刻轰然炸开 如果仅仅是如此就罢了 可是抬起头 那萝卜却是看到山顶的一变 顿时呆若木鸡 只是这等呆若木鸡 并未持续多久 一道撕心裂肺的声音 从萝卜嘴中传出 撤 这一道响亮的咆哮声 直接震动的整个万丈高山 都是颤抖起来 只是这等颤抖 相比于此时此刻 山顶之处传来的颤抖 实在是微乎其微 刹那间 所有交战之中的舞者 顿时傻眼了 那万米长的巨龙身躯 此时此刻 轰然炸开 一道道晶莹剔透的龙骨 在他们眼前 活生生地碎裂开来 变成漫天的白色粉末 只是如果仅仅是如此 只是让他们心痛 可是那万丈高山的山顶 居然是在此刻轰然炸开 一块块巨石 从天而降 山 要塌了 看到此景 所有人只感觉心脏 在剧烈地跳动 之前 他们之所以攀爬上山 便是因为这万丈高山 带着强烈的吸引力 使得他们根本无法遇空飞行 而此时此刻 这高山坍塌 只能说他们必须要奔跑下山 即便是与仙境八重 九重 在这高山倾倒之下 若是被活埋了 想要出来 也根本是不可能 这一刹那间 所有人放弃了争执 全力逃跑 轰隆隆的巨响 请客间传遍整个高山 该死 看到此景 那玄玉德和白晴天两人 眼中尽是不甘 好好这么一做龙骨 就被萝卜这个蠢蛋给毁了 他们哪里不心疼 只是细细想来之下 两人相视一眼 突然感觉到不对劲 不对 很不对 沐云之前极力来到此地 可是到达此地 看到魔族大军之时 居然是二话不说 直接扭头就走 倘若这家伙是惧怕魔族 那根本说不通 他们虽然不是魔族的对手 可也不至于溃不成军 即便是这一条神龙遗骨 魔族占据大半 他们也能够分到一杯羹 可是沐云却是直接逃了 逃了 他早就知道这山会崩塌 该死 直到此刻 白晴天和玄玉德两人 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们似乎又被沐云算计了 只是此刻的沐云却是懒得理会 他们在想什么 听到那轰隆隆的爆响声之时 他便是明白 山 真的要塌了 发生什么事了 习龙一脸猛逼 愣愣道 山塌了 沐云眉头皱起 看住那轰然倒塌的山峰 露出一丝沉思 你们先走 我来电号 盟主 云哥 之前让他们疯狂逃窜的是沐云 可是现在沐云居然说 他要回去 你们放心好了 云儿 你带着他们到那个地方等我 这龙洞内 还没完 还没完 听到沐云莫名其妙的话 众人一阵错愕 他们都是第一次进入到龙洞内 可是听沐云的话来讲 似乎他对龙洞很是熟悉 可能在西龙眼中 确实是还没完 可是在萧云儿眼中 看中沐云 却是满脸不解 龙蛋得到了 仙气也有了 为什么还未完 萧云儿也是发现 他渐渐看不透沐云了 准确的来说 他似乎一直没有看透沐云 两位姐姐 就让云哥这样去吗 萧云儿略带担忧道 无妨 出人意料的 秦梦瑶却是坦言道 他或许有他的计划 早晚我们会知道的 秦梦瑶一直以来觉得 自己对沐云的了解 算是众人最深的一个 可是也是渐渐的 他发现 自己似乎还不了解沐云 至少不知道 到底真正的他 是什么样子的 他可以在床上 无赖到极致 像个流氓地痞一样 更是愿意为了自己的兄弟 直接公然叫板 整个三千小世界 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悬空山 这一切矛盾 让沐云看起来 充满了神秘色彩 只是 秦梦瑶感觉 这等神秘色彩 却是让他对沐云 更加吃恋 孩子 你父亲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呢 秦梦瑶心中 微微自言自语道 大家快撤退 云儿 你来带路 不能让其他各大势力 发现我们的踪迹 好 秦梦瑶当机立断 立刻命令到 数十道身影 直接朝住下方 再次狂奔起来 而与此同时 整个万丈高山山顶处 巨石落下 万丈的高山 在一瞬间 高度不断降低 惨叫声和怒骂声 更是充斥在那乱石之中 此刻山峰崩塌 一道道身影 不要命地朝住下方奔逃 而那些身影背后 巨石滚落的速度 越来越快 更加让人感到恐怖的是 那些巨石表面 沾染上那些白色粉末 在此刻居然是难以破开 平日里对他们来说 轻而易举 一拳能够轰爆 一座小山一般的强大 现在却是连一块 五米建方的石头 都破不开 所有人 没了命地朝住山下奔逃 只是正在此刻 一道身影 却是溺住众人的方向 朝着山顶前行 那一道身影 在乱石之中 如同鬼魅一般 令人感到诧异的事 那一道身影 在碰到那些巨石之时 那巨石 磅腐如同豆腐块一样 直接碎开 那让他们心惊胆寒的巨石 却在那一道身影的前方 不堪一击 沐云 玄玉德一声惊呼 看到沐云的身影 顿时疑愣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为何沐云会出现在这里 你确定没看错 白晴天此刻也是疑愣 难以置信到 沐云怎么敢 而且他怎么可能 抵抗那些巨石 那些巨石 就算是他与玄玉德两人 也不敢硬抗 完全是靠着灵活的走位 躲避开来 实在是躲不开 只能依仗自己的防护 再进行抵抗 此子想干嘛 玄玉德脸色阴沉得可怕 此时此刻 沐云孤身一人 本是斩杀他的最好时机 可是这漫天降落的巨石 使得他们根本无法追踪沐云 这家伙 碰到石块是直接撞上去 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 可是他们不行 他们还要躲避那些石块 就算是追上去 也根本追不上 可恶 玄玉德暗骂一声道 此子定然是知道这里的什么秘密 否则先前不会那么及时地撤走 难怪他连龙骨摆在面前都不要 我还以为他是惧怕魔族 这小子实在是太阴了 白晴天更是恼怒不已 只是听到白晴天的咒骂 玄玉德心里却是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 当初玄无星被沐云斩杀 玄空山便是准备大举进攻血蒙 斩草出根 可是白家和其他三大家族 估计那苦天殿和万镇宗等势力 都是不同意 而这次 白爵被杀 白家天才第一人也是身死 他倒是要看看 此番回到玄空山 白家会如何做 还有那吉家和古家 此次沐云都能够炼制虚仙气了 再任由血蒙发展下去 那三千小世界内 就不是玄空山第一 而是血蒙了 这次 不再是他玄家一家的仇恨了 但是 如今的血蒙 也不是多年以前的血蒙了 沐云 更不是那个任他们蹂躏的沐云了 此次境界不高 可是经营手段 简直是一流的 五年时间 放在三千小世界内 能干什么 可是他有人 又会炼丹 炼气 震道 这五年 血蒙没有沐云 根本不可能成长得那么快 更是与各大势力合成仪器 彼此间撇不开的关联 玄月圣地的少圣女 成了他的女人 万镇宗的天之娇女 也成了他的女人 再加上那个觉醒神魄的秦梦瑶 就算是日后 这沐云把玄月圣地的圣地给弄到手 玄玉德感觉也不会惊讶了 先下山 这小子上山 肯定是为了找寻什么宝贝 眼下龙骨坍塌 这山都塌了 哪里可能有龙蛋 龙蛋必定不在这里 白晴天认真道 好 此时此刻 确实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只能守住带兔 等待着沐云从山上下来之后 再做定夺 只是对于玄玉德和白晴天的猜想 沐云根本没放在心上 这山体会崩塌 他之前也根本不知道 只是最终时刻 位于腹部的龙眼之中 那龙骨的力量 却是突然升起 他明显感觉到 这龙骨内 一丝龙骨的味道出现 这便是证明 他在宫殿内遇到那龙骨 根本不是完整的龙骨 这龙骨内 赫然也保持着龙骨 而从那之中 他寻觅到一丝欣喜 神龙一族 除非是死在龙穴内 否则很多神龙会保持自己完整的骨架 可是保持完整的骨架 哪里是那么容易 一旦被人觊觎 无法受到龙族的庇护 骨架必定会被人利用 所以每一只在外流亡的神龙 死之前已经是做好了自曝的准备